我当时来到这里 我是认为是有那么多的穿道 应该是没有问题 想不到那么多的穿道 全部见到的是尸体 那么我一去看他们的堂堂 堂堂也是全部是那些尸体 在那个水塘里面 那么多的尸体的话 怎么会活 飓风带来的海水倒灌 让一路瓦底江三角洲 变成了盐田 而河水井水 也都在一系之间 变成了无法饮用的咸水 虽然盐分的沉淀 可以等待时间来慢慢的淡化 但是灾民们只要三天没有水喝 就可能脱水而死 所以明明直到河水 因为遭到污染 已经变得浑浊不堪 但没有选择的村民 还是只能继续扛着水桶 到河边集水使用 有的村落 有的村落号召村民 用接龙的方式 将泥浆一勺一勺地舀出 希望能把岩化的洼地 挖成蓄水池 在下雨的时候 可以接些干净的雨水来使用 看着这些浑身沾满泥浆的大人 小孩 领着将近四十度高温的大太阳 卖力地咬着 船着 只希望能早一天 有稍微干净的水可以用 看到这样的景象 让大家都相当感慨 原来想要喝一口干净 没有土味的水 居然是这么辛苦的事情 也就是因为灾区的情况 是这么的紧急 使得这项攸关灾民 生存希望的早景工程 更显得迫在眉睫 当纪念法师得知消息之后 立刻打电话 将情况回报台湾的新道法师 师父当场就答应 协助凿一百口几 而发起水井 挖凿计划的 以冒测心神 他在接到电话时吓了一跳 以为自己听错了 不敢相信 有人不但愿意资助这项计划 而且数量高达一百口 让乙先生感动不已 然后我就到灵鹫山那里 把我的这个内心的这个情况 看我看到的情况 将给那个经验法师 有关我们的这边的灾情 很需要的是地口水 地口水不但改变他们现在 还有以后的他们的生命 和他们的健康 所以他们现在也是要 未来也是要 这个是真是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做法 就是让我当天讲 当天听 就是研究生的这个经验法师 就跟我一个晚上好像一点钟 跟我一个打一个电 就是一百个斤 好像我是在做梦 我喜从天降啊 那天晚上我真的没有办法睡觉 因为我太感动 有了这些人有救 他们的生命还会救了活 在专业的藻井人员 以及当地职工跟村民的共同努力下 这一百多口的水井 正在伯格利以南的重灾区 陆续地开挖着 没有先进的藻井设备 用的是传统的人工接力方式 一寸一寸地往下挖 有的水井甚至还挖了超过70英尺 也就是将近地下八层楼的深度 这么繁复浩大的工程 只为了能够挖出干净的水 让灾民能够安心使用 从藻井工程开挖迄今 藻井团队已经先后完成了十余口水井的挖澡 而开挖出来的水 虽然还没达到生命的标准 但水质相当清澈 而且完全没有咸味及铁锈味 当村民们看到水管流出来的水 居然是透明的 不但开心地拍手叫好 还兴奋地拿起水桶 手组舞蹈一起 难兴奋地拿起水 broadcast 以及关 오랜만 这一口口的水井 对于灾民来说 就像一道道生存的曙光 让他们有了继续活下去的基本条件 也因此当连旧山的法灵师 法乐师带领赈灾团 造访村落的时候 所有的村民扶老稀幼地聚集起来 将通往渡船头的小径 给挤得满满的 用他们最真诚的笑容和掌声 表示对灵鹫山的欢迎与感激